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您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长寿是从古代人们就在研究的一个事 最出名的就是秦始皇乱 一个不想面对死亡 想要长生不老的一代帝王 到我们的现代呢 长寿依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但是我们鲜少会听说 谁在追求长生不老 我们都明白那不存在 我们不能强求身体的永胜不衰 但我们可以做的是 尽量用健康的生活习惯 打造健康的身体 从而做到长寿 可是啊 现在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并不健康 出现各种疾病 导致长寿被打折 现在有些人呢 身上就出现了短寿的特征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啊 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个人能决定的事情 不过自己能做的就是要做好养生的工作 平安健康是人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追求 一般寿命长的人啊 基本都有一个好的心态 所以呢 要及时地查看自己是否有短命的特征 做出调整才能寿命延长 那么短命的人有哪十一种特征呢 十一种人容易短命 长期不吃早饭的人 早饭是三餐中最重要的一餐 不吃早饭呢 就相当于浪费生命 寿命比较短的人呢 身体也会有一些明显的表现 如果整天食欲不振 胃口下降 摄入食物的量非常少 有可能啊 是身体健康受损的表现了 在身体器官功能持续下降的过程中呢 可能就会出现胃口下降的情况 随年龄增长 人的胃肠道功能也会逐渐下降 如果经常出现负胀 负痛或排便不畅的问题 就要小心了 胃肠道不好的人啊 容易出现负胀 负痛 打嗝 没食欲 甚至会引起便秘 腹泻 整体的消化能力也会下降 人的消化吸收能力下降 就会影响各种营养素的吸收 时间长了 身体缺乏营养素 容易出现疲劳 乏力 脸色不好等问题 想长寿啊 挺难 第一 胃口降低明显后 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吸收 可能会影响正常的肠胃功能 出现疾病的概率会比较高 通常呢 也会缩短寿命 第二 性格孤僻暴躁的人 通常孤僻暴躁的人心态不好 可能肝肾有问题 容易短命 心态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长期处于焦虑 抑郁或恐惧等不良情绪 会扰乱内分泌 降低抵抗力和免疫力 增加患上疾病的风险 第三 人中短小的人 人中短小是寿命长短的表现 人中短小寿命就很难长 第四 眼神有理的人 这种人呢 缺乏自信 长期自卑 影响器官健康 第五 喘气大声 喘气大声呢 证明气管和肺部有问题 可能会病变 很难偿命 第六 一个人走路沉重 脉脚费力 可能心脑血管有问题 容易引发疾病 寿命比较短的人 身体也会有一些表现 如果总是疲劳乏力 精神萎靡 有可能也是寿命短的一种表现 正常人在睡眠充足时呢 应该是精力旺盛的 白天工作效率也会提高不少 而部分人经过休息后 仍然出现萎靡不振 精神疲惫的表现 有可能是健康存在问题 此时人体器官功能下降 没能及时提供营养物质 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可能会容易出现疲劳 精神萎靡的表现 因此呢 平时啊 应该注意身体的健康保养 维持器官功能良好状态 有足够的营养补充 才能维持精力旺盛状态 第七 记忆力变差 随年龄增长啊 人的大脑也会随之衰老 尤其到了一定年龄 大脑衰老的速度会更快 出现明显记忆力变差的情况 记忆力下降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是老年痴呆的前兆 也可能是脑血管发生了堵塞 若出现话说完就忘 总是重复之前的事情 容易忘事 就要小心了 若出现嘴斜眼歪 手脚麻木疼痛 或头部剧烈疼痛 可能是脑血管堵塞了 无论是哪种情况啊 都影响了身体健康 若想长寿呢 需重视定期检查 控制好相关指标 第八 声音非常嘶哑 可能吸管问题严重 会伴随心脏问题 第九 长期处在没阳光的环境 长期在无光的地方 会导致阳气不足 会导致短命 第十 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 容易滋生细菌 还容易得风湿疾病 第十一 长期处于嘈杂的环境 睡眠很差 会变得脾气暴躁 容易导致肝脏疾病的发生 睡眠质量好坏 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 睡眠好的人 往往经历比较充沛 得病的几率也会小 但如果一个人睡眠变差 经常半夜醒 或失眠多梦 时间久了 可能会伴有神经衰弱 精神状态变差 睡眠变差的人 身体的免疫力也会下降了 这时呢 多种疾病会趁机而入 研究发现啊 长期睡眠不足的人 患心脏病 高血压 糖尿病等病的风险 会大大增加 有这种习惯的人容易长寿 第一 坚持运动 运动可以提高免疫力 适当的运动 能够进行血液循环 能够提供更多的血液和营养物质 给重要器官 满足身体的需求 维持健康状态 第二 坚持早睡早起 睡眠不足会使器官功能降低 会出现不良的表现 威胁健康 长期熬夜会使睡眠不足 影响身体休息 还会加速衰老 降低免疫力 总之呢 熬夜对身体的危害很大呀 尽量不要熬夜 最好呢 能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 保证良好睡眠 第三 不沾烟酒 部分疾病和抽烟喝酒有关 特别是肺部和肝脏部位的病变 和抽烟喝酒有很大的关系 不沾烟酒是对长寿很有帮助的 吸烟有害健康 吸烟不仅会增加癌症的发生率 还会加速血管硬化的进程 解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了 解烟后呢 身体内尼固丁含量会逐渐减少 清肺功能会逐渐恢复 血管损伤也会减少 第四 保证饮食清淡 控制好油盐糖的摄入 以多素少昏为主 摄入身体所需营养 才能让身体更健康地运转 吃饭时细嚼慢咽 将食物咀嚼得碎一些 可减轻胃肠道消化负担 减少消化系统疾病 第五 乐观心态 人活着呀 就是活一个心态 如果经常忧郁 生气 发火 会使体内郁节 不利于体内毒素的排出 对身体健康会有很大影响 长寿的人 往往都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对任何事都看得开 没有跟自己过不去 我们都知道啊 乐观心情好 是我们长寿的一个窍门 但是很多人都是属于负面情绪比较多 性子也比较急 遇见什么事情就容易生气 但是自古以来呀 我们都崇尚的是减小心情上的负担 经常生气会导致血液流通受到影响 血液容易流通不畅 影响身体的血液循环 影响心脑的供血 增加心脑的负担 影响身体的健康 经常生气啊 还会影响身体的内分泌 导致衰老的加快 生气会使我们人体产生一种物质 会增加身体的排毒负担 对于身体的多个部位 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所以日常生活中 如果你是心态比较好 经常笑不会经常生气的人 往往更容易长寿 实际上啊 人们的生活中会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但是只要及时纠正 这将有助于您改善身体健康并延长寿命 另外呢 要健康长寿 必须保持平和的心态 良好的心态 更有利于身体健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大家�zus튼 龙 acknowledge 打赏 滑 璽 기